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一款簡單又好吃的甜品 黑芝麻布丁 黑芝麻味非常濃郁 口感非常滑 家人每個吃完都讚好 材料和做法很簡單 只需要跟著步驟做 包你一次都可以食工做到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的話 歡迎你繼續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潮媽教主這個頻道 和開啟小鈴鐺 以後有新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做這個黑芝麻布丁 只需要四樣材料 詳細的食譜在片尾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這罐黑芝麻醬是靈魂 它純天然 無添加糖 黑芝麻味非常濃郁 很香 之前已經用過這個黑芝麻醬 做了兩款糕點 黑芝麻椰汁千層糕 和黑芝麻糕 如果你們對這兩款糕點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這兩段片 今次我們這個食譜 會用到一盒全脂奶 我建議用全脂奶 因為比較香濃 布丁之所以可以凝固 就是靠這個魚膠粉 這隻魚膠粉是蘿蔔神牌子的 這個布丁又加到糖 加了白糖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做這個布丁了 首先將大概200克的牛奶 加入去魚膠粉裡面 攪拌一攪拌均勻 準備一盆熱水 將裝有魚膠粉和牛奶這個碗 放上去上面 助溶魚膠粉 靜置大概5至10分鐘 中間你可以看一下 魚膠粉有沒有溶 如果你覺得溶得不夠快 你可以再換一次熱水 然後隨你個人喜好 拿一些黑芝麻醬出來 在鍋裡加剩下的牛奶 再加入黑芝麻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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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再濃一點 可以再加 我喜歡黑芝麻味很濃 所以將剩下的黑芝麻醬 加進去 然後不停攪拌 全程用小火 千萬不要煮到牛奶滾 煮到稍微有少少白煙 就可以馬上加白糖和魚膠粉 然後攪拌均勻 然後攪拌均勻 就可以關火 因為燈光的問題 這個混合物好像很白 但其實是要黑很多 趁熱 把混合物倒進碗裡 這個食譜大概可以做到八小碗 吃黑芝麻有很多好處 因為黑芝麻可以烏髮、 潤腸、 含有豐富的鈣和鐵 不過黑芝麻的熱量很高 所以不適合過量食用 我這個黑芝麻布燈是低糖版本 如果大家喜歡吃甜點的話 可以自己再加多些糖 等它們放涼後 就可以放進雪櫃 冷藏至凝固 大概冷藏四小時以上 這個黑芝麻布燈就完成了 非常好吃 黑芝麻味超級濃 超級香 甜到剛剛好 這樣做出來的黑芝麻布燈 其實有部分的黑芝麻會浮上面 有部分的會沉底 但中間的部分很滑 這樣一口可以吃到有滑的口感 又可以吃到一層很濃的黑芝麻 非常好吃 我個人很喜歡吃這個黑芝麻布燈 有機會的話 大家也可以試試做 可以吃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